进入三月,中国将迎来经浙和春风节气,冷冷的气息迎面扑来,在这半屋复苏的季节里,将有哪些影响我们生活的新规出台呢? 首批21个罕见病药品减按3%增增值税 从三月一日起,对首批21个罕见病药品和四个原料药参照抗癌药对进口环节减按3%征收增值税,国内环节可选择按3%减一办法即增增值税 根据我国相关税法,一般药品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6%,此次减税政策将降低药品价格 公交驾驶区防护测为最低设1.6米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了行业标准,城市公共气电车车辆专用安全设施技术要求将于2019年3月1日正式实施 其中具体规定了城市公共气电车驾驶区防护隔离设施的技术要求 防护隔离设施后围上部空隙高度不大于300毫米 侧围上沿最低点距乘客区通道地板高度不小于1600毫米 要保护公交司机的驾驶安全,这规定妥妥的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实施办法叫实施 为让残疾孤气儿童得到更好的医疗康复等服务 民政部近日制定了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实施办法 将于2019年3月1日起实施办法扩大了受益孤儿的范围和资金资助范围等 真是暖心的政策呀 支付宝还信用卡超2000元将收费 自3月26日起通过支付宝给信用卡还款将收取服务费 支付宝提供了每人每月2000元的免费额度 超过2000元的部分将按0.1%收取服务费 怎么还款既便捷又省服务费 大家还得好好盘算盘算 澳门机场禁止随身携带超30厘米自拍杆 澳门特别行政区民航局消息 自2019年3月1日起 澳门国际机场禁止乘客以随身或手提行李方式 携带收盒后长度超过30厘米的自拍杆 要带自拍杆还是拖运吧 贵州罪延养狗新规3月实施 禅使官们注意了 贵州省城市养犬管理规定将于2019年3月1日起实施 其中规定狗伤人最高罚款3万元 不清理狗变最高罚款500元 犬之伤害他人 饲养人应先行垫付全部业料费 相关管理职责部门不依法处理 间接严重的将受行政处分 同学们 一年之际在于春 新规出台 让我们重新出发吧